男生提及自己的理想型很多时候也都会加上长发飘飘 而大部分女生对于长发也是有一种迷一般的执着 比如范冰冰 别看前段时间她挑战了一下短发造型 但实际上她只是戴了个假发套换换感觉 至于真减短那是想也没有想过的 然而事情总有例外 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尽然都一样 相比范冰冰对于长发的执着 女演员郭彩杰却是不断尝试各种短发 而根据她最近在微博晒出的一张工作照显示 她的发型更是在一次短出了新高度 爱慕 好吧 用短度形容好像更合适 虽说现在的郭彩杰 已然成为了娱乐圈中短发女神的代表 新发型更是短似假小子 但实际上1986年出生的她刚出道时 也跟范冰冰一样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 且还是借由选秀比赛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 然而 郭彩杰自2005年被签约又秘密 培训了将近两年后 星际公司也按照她的意愿大力栽培她做歌手 也帮她先后发布了《隐情超人》 《爱意响》《烟火》等个人音乐专辑 但对于外界大众来说 还是更为熟悉作为演员的她 而整体来说 郭彩杰演戏也比唱歌发展得顺利 2007年正式对外现身她 同年不仅发专辑也参演了演艺生涯中首部作品 吴迪山宝妹 提及这部作品 00后的网友可能没看过 然而作为85到90后的网友不敢说百分百 但至少也有七成左右也是看过的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台湾偶像剧大热 但郭彩杰与张栋两年妹主演的 吴迪山宝妹 自开播后还是一再刷新收视记录 最终她靠着该剧过人的收视 不仅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还获得了台湾偶像剧年度最佳新人奖 这之后 郭彩杰就成为了各种偶像剧题材的女主专业户 相继出演了 那一年的幸福时光 钟善良不失活力的乡下老师 陈素新 国民英雄 终身是多传的摄影师洪小绿 向前走向爱走 钟的千金小姐梦晶晶 前任二 被胎反激战 钟为爱蜕变的一则 以及《小时代》系列电影中的 《毒蛇千金》 顾礼 随着影视剧越演越多 郭彩杰的形象也是变了很多 尤其是发型也是越变越短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 有些女人的确长发飘飘的样子更好看 但郭彩杰却是头发越短越时尚 大脸新人的小编飘过 默默羡慕M秒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 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